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意和你 做一对有名无实的父亲 知道你忘了于晗为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委屈你了 让我睡这儿吧 job 打赏 你发什么愣啊 妈 苦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修成了正国 妈替你高兴 告诉妈 昨天晚上 她对你好不好 怎么了 她惹你生气了吗 没有 她对我挺好的 对你挺好的 你干吗还愁眉苦脸大 我就是在想 俊杰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 那倒也是 毕竟新婚养儿嘛 她现在在工作 下了班就会回来的 想她了是不是 你放心 她现在已经是你丈夫了 生子拉在你手里 俊杰再怎么样 也走不了她 她要是在敢像以前那样 欺负你的话 你就告诉妈妈 我举手不了她 不会的 妈 俊杰人很好 她不会欺负我的 你别找她茬儿 都说女心向外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刚一结婚就向着你的丈夫了 你就放心吧 她要是对你好 我疼她爱她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找她茬儿 俊杰跟我说 她现在是苏家的一分子 是苏家的女婿 今后 她会加倍努力工作 来报答苏家 孝顺您的 这小子 终于开窍了 怎么样 现在知道结婚的好处了吧 当时让你结婚你还不乐意呢 太好了 我们母女现在 终于是苦尽甘来了 这剩下之为了 这小子没有良心 一走就毫无隐心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把她拉扯成人的妈 妈 妈 你别难过了 我想之为 终于有一天会想通 她会回来的 她不会回来了 她心里一定恨死我了 我让她蒙羞 我让她没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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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我安慰 我呢 谁来安慰我 谁知道我的苦 俊杰 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我还是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我还是要偷爱 你还不可以 谁 都可以 你爬爹 我爱你 我也不可以 你 你若情刺 我不忍白发 多少春天 开作了桃花 平原那一碗是无奈牵挂 有人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有人相爱 情愿深深深入无海 有人相思 人情仙掌满清淡 人情仙掌满清淡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 才明白情声 才明白为你而来 老罗 你可是大忙人啊 怎么今天有空啊 我是来辞行的 你要走吧 去哪儿啊 医院派我驻守湖南分院 过几天就得走马上任了 好事啊 来 坐坐坐 老罗 你来给我们学校一诊 咱们老同学 好不容易才聚到一块 现如今 你这一走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别婆婆妈妈的 天下哪有不散的烟戏啊 倒是咱们以后啊 要各自保重啊 老罗 趁你现在还没走 到家里吃个便饭吧 我得跟你见行啊 当然了 你不邀请我也会开口 嫂子做的黄酒鸡啊 真是令人口齿留香 回味无穷啊 现在我这一走啊 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知道 看来这个黄酒鸡啊 比我这个老同学更值得你怀念啊 择日不如撞日 我看就今天晚上吧 顺便把苏老师也叫过来 一起聚聚 来 当时我还不相信 没想到你老罗呀 还真成了大医生 来 康康 吃个肉丸子啊 张嘴 来 康 吃一个啊 吃一个啊 来 康康 来 妈妈 妈妈喂你啊 来 我来抱吧 不用了 来 康康 让妈妈好好吃口饭 真不用 你快吃吧 我喜欢看苏老婆 多抱一下 好 哎 康康啊 我这一去啊 不知了何年何月 才能抱得康康啊 你这家伙 还真不是一般婆婆妈妈 咱们大家伙聚在一块吃顿饭 真是不容易 我看 咱们照几张照片吧 等着啊 我拿相机 你快点 啊 靠冷点啊 拍了啊 笑一下 笑一下 来了 你们拍一张 你们拍一张啊 郭栋啊 多拍几张啊 你们俩靠近点 来 看看看这儿 看这儿啊 我说呢 我总觉得 苏老师像一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 相宜 太像相宜了 你说呢 嗯 苏老师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像 老罗 像不像啊 是有点像 快拍 快拍啊 看看啊 看这儿 来 看看 看那儿 看那儿 真像全家福啊 是很像全家福啊 嗯 我哪有这个福气 老罗 我有个小提议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康康 康康也这么喜欢你 干脆 收康康做干儿子吧 如何 康康 没有这个福气的 家里有红包袋吗 给我来一个 家里还有吗 有 有 有 你等着 好 来 妈妈抱 小康康 你呀 以后有个干爸爸了 知道吗 来了 来了 幸福 老罗 来 康康 这是干爸给你的见面礼 快收着 说谢谢 说谢谢干爸 没什么 没什么 这是小礼 明天呀 干爸就带康康 上街去买玩具 好不好啊 康康 康康 真是好 你看 他只认钱 你看 好好好 老罗 帮你走啊 好好好 罗大哥 罗大哥 外面天气冷 这条围巾送给你 这段时间 康康 有冷有热 都是找你 而且 你还收康康 做了干儿子 我知道你要走了 也不知道 该送什么礼物给你 这条围巾 是我自己亲手制的 礼清情一众嘛 希望你能够笑纳 谢谢你 不过我不能收 为什么 是因为不喜欢吗 这条围巾 织得很漂亮 我很喜欢 不过我想 这是你 要织给别人的礼物 我要是收下 你不就得另外 想其他的办法了吗 你放心好了 这条围巾啊 是我打发时间的时候 这个自己的 你瞧 这是白色的 男女都能戴 你就像那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你 应该的 我来吧 马戏表演好不好看啊 太精彩了 康康还是第一次看呢 是吧 康康 美好 马戏团里有好多小动物 对不对呀 康康 对 好 累了 有冰糖葫芦 看看你看 有冰糖葫芦 糖葫芦 咱们看看去 爸爸买给你吃啊 吃蛋也好呢 吃这个 好 好 这是什么呀 爸爸 康康这是糖葫芦 爸爸 糖葫芦你想吃吗 再看一看 爸爸又拿一串 怎么样 好甜啊 好甜哪 爸爸想吃啊 最爱吃冰糖葫芦了 康康想不想吃啊 好 好 好痛啊 是爸爸快快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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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爸爸不好 不哭 回家喽 回家喽 吃啊吃啊 这就是康康的爸爸 没搞错 我亲耳听到康康叫这个男人爸爸的 错不了 可是 可是雨晗说她丈夫死了 那你确信啊 那她为什么要诅咒自己的丈夫 这也许是人夫妻吵架 不方便对外人说 瞎编个理由呗 再说你知道 我的 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 从来不说瞎话的 那这个我知道 我没有说不相信你 对不起 能不能 陪我出去走走 好啊 走 俊杰 你不能再喝了啊 给我 你已经喝醉了 我没喝醉 我很清醒 酒给我 你喝醉了 给我 慢点 你看看你 还说没醉 站都站不穩了 走 走 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 你走 俊杰 要走你自己走 大小姐 快别等了 去睡吧 故意她不会有事的 或许她和别人在应酬 脱不开身啊 我刚已经问过华副总 今晚常理根本就没有应酬 华副总也不在她身边 有些事情她也不知道了 不可能 喂 请为长买卫啊 我找你们大小姐 稍等一下 大小姐你的电话 你好 我是苏语彤 你哪位 我是正义 是这样的 俊杰她喝醉了 这么晚了我也找不到车 你能不能开车来接她一下 她人在哪儿 大小姐 大小姐等一下 让我进去吧 里面都是些买醉的男人 有失你大小姐的身份 不用了 你在这儿等我就好了 大小姐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先干一个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干什么 长得 长得不错吧 你坐 陪大哥喝一杯去 你走开 你敢退我大哥 走 陪大哥喝一杯去 走开 大哥 大哥 还以为你有多大能力呢 连个小妞都搞不定 你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娟姐 娟姐 我找哥喝一杯 放开我 救命啊 陪大哥 走啊 娟姐 走 放开我 好 快 回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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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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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人打炸了 有人受杀了 大哥 报警了 走 军琪 快 进来 小心点 慢点啊 小心 你下去吧 好的 大小姐 来 别动 喝口水 慢点 怎么样 你哪里不舒服 都怪我不好 你是为了我 才跟人家打架的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你走 走 走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为了你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对我 我叫你走 我不要再见到你 不要 我不要 不要见到你 你走 行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走就走 我 什么都没有了 我这还有什么意思 我死了算了 我要死 死了算了 死了算了 我这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没没意思 你 俊杰 你别这样 嗯 你死了我怎么办呀 你放心 就算全世界的人 都离开你了 还有我 骗人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你们都是骗人的 俊杰 我不要你们可怜我 不要可怜我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你的命是我给的 我要你活下去 你听见了吗 你给我好好地活着 因为这是你欠我的 好 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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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杰 俊杰 放开我 俊杰 俊杰 放开 玉涛 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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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啊 昨天你喝了很多酒 跟人打起来了 然后呢 俊杰 我们已经 是名副启石的夫妻了 你放心 我会做一个好妻子 给你生一个孩子 照顾好你的生活 俊杰 我 我还会 别说了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我要赶着上班 也不然来不及来了 我 方俊杰 你让我难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今天又有什么大新闻啊 报纸在那儿自己看吧 看看 你又吃土豆啊 我就爱吃土豆 这大发面粉厂的接班人 长得挺帅的嘛 是吗 是吗 我看看 原来她姓方 是苏家的上门女婿 我看看 这女的长得也挺漂亮 姓方的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怎么 是羡慕还是嫉妒啊 攀上豪门 享尽艳福 一辈子不用奋斗 谁不想啊 可惜啊 长得没人家帅 想都别想 这报上写的这女的 叫苏宇童 苏老师 她是不是你的亲戚啊 不是的 我怎么可能 有那么阔绰的豪门亲戚呢 不是的 就是 华门亲戚和穷教员八肝塞打不着 卢老师 你怎么会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啊 这不是巧吗 你看苏宇童 苏宇涵 只差一个字 哎哟 别看只差一个字 这命可就差远喽 嗯 苏宇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 苏宇童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你难过什么呀 你应该祝福玉冬才是 你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是 你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是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俊杰 玉冬 别辜负我 祝福你们 我祝你们 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康康 妈妈 妈妈 康康 今天乖不乖啊 康康很乖 是吗 他呀 真是个好奇宝宝 趁我不注意 拿了我一包面粉或水 说是要包包子 弄得自己啊 满头满脸都是面粉 这不刚洗干净吗 是吗 康康 你怎么那么顽皮啊 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 康康想做包子给大伯大妈吃 你听听 你听听 不过小孩子顽皮点好 否则大人才要担心呢 康康 妈妈不跟你说了吗 你要乖 要听话 不能让大妈累着 知道吗 大妈累了 康康给大妈捶捶背 是啊 是啊 只要我一说累了 他就使劲地给我捶肩 捶背 对 你说怎么能不招人疼呢 是不是 妈妈 我帮你拿菜 拿得动吗 拿得动 拿得动啊 那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走走走 好好 对了 嫂子 今天啊 我领薪水了 这个呢 是康康这个月的保姆费 你拿着 不 这个钱啊 我不拿了 你多留些钱在身上 将来会用得着 将来 将来 怎么回事啊 上面有轰文说 日本人蠢蠢欲动 你梅大哥去城里开会 就是去讨论对策了 怪不得 怪不得这两个星期啊 梅大哥老是往城里跑 原来是这么回事 记住啊 千万别说出去 免得人心浮动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必须要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嫂子 谢谢你 谢谢你先通知我 但这事情啊 一码归一码 所以这保姆费 你还得拿着 不拿了 四年了 康康在我们身边 也给我们夫妻 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现在不拿 以后也不拿了 你还是把钱存起来 康康以后啊 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你还不拿着呢 嫂子 你跟梅大哥 都是好人 等我以后有能力了 我真的要好好报答你 谈什么报答不报答的 咱们呢 就是有缘了 咱们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吃饭的时候不能玩玩具 放下 来 妈 大口 大口 好 妈妈 我想爸爸 爸爸去哪里了 不是爸爸 是肝爸爸 爸爸为什么是肝的 因为 你不是他的儿子 他认你做的儿子 他不是你爸爸 你认他做的爸爸 所以呢 这个爸爸是假的 不是真的 假的 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 跟个孩子说什么 我知道了 爸爸不洗澡 所以爸爸是肝的 好 我们就这么理解 他不洗澡 所以是肝的 那我们吃饭好吗 好 妈妈 我想爸爸 爸爸会不会想我 会啊 跟爸爸一定会想你的 那他会不会想你 问那么多话 小孩子 自己吃 都那么大了 嗯 好好吃啊 来 辛苦了 辛苦 报告总经理 这个星期 我们应该可以生产两千吨 除了交付北旁大盆商 我们还可以应付 家顶家兴 杭州一带的零星散户 哦 很好 可是记住 千万要注意质量 不能坏了大发的声誉啊 好 知道了 去吧 方总 华先生 方总 有好消息 好 什么好消息 南京一家大型经销商 和原来厂家有一些矛盾 我趁机活动了一下 现在对方已经决定 买我们大发的面粉 这打体要趁热 咱们赶紧把合同签了 免得夜长梦多啊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明天赶紧签约吧 走 辛苦了啊 来 俊杰 先别写了 来 喝完盐窝汤 先放着吧 你今天一回来就写到现在 明天还要上班呢 早点休息吧 我答应了报社 必须要如期交稿 那我呢 你答应了 你答应我的事 可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我答应过你什么 我就知道 你从来不会把我的事 放在心上 到底什么事啊 你说 跟你没什么可说 跟你没什么可说 怎么了 又惹你生气了 她只顾写她的东西 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为了这么一块朽木 气坏了身体 犯得着吗 我就不信 我降服不了她 看你的样子 认命吧 反正她逃不出你的手心的 我就不信 京城组制 今时为开 好 雪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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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有什么事吗 把这燕窝拿去给我倒掉 这么珍贵的燕窝 倒掉多可惜呀 人家都不懂得珍惜 你可惜什么呀 快拿去倒掉 老夫人 怎么了 也许是姑爷惹大小姐生气了 来 小童啊 掉头 方总 什么事啊 我忘了戴河约 小童 前面掉头 好 自作自受 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不要费心思 你偏偏不听我的 自讨苦吃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不管怎么说 你是苏家堂堂的大小姐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穷小子 低三下四的 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不是吗 我没照你的意思 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 嫁给了一个穷小子 所以你讨厌俊杰 你瞧不起人家 所以你巴不得她离开我 没错 我就是瞧不起方俊杰 要不是你寻死寻活的 我根本就不会答应这门婚事 那你想怎么样 想让我跟她离婚吗 我告诉你 永远不可能 你 你在她那受了气 你反过来气我 我是你妈 你能这样对我妈 你是我妈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就算我们断绝母女关系 我也绝对不会离开她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你 芝威 你在哪儿啊 我 你要是在这个家里 我们打发面非常总经理的位置 也不会让给一个上门女婿啊 俊杰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举东西 听说话 方舅姐你站住 方舅姐你站住 我赶着要几千合同 有什么回来再说吧 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说话 你又想怎么样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无视我 冷淡我 为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呀 竟敢跟雨童这样说话 如果不是雨童 你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穷光蛋 什么东西 卑鄙无耻到几点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那我辞职不干 这样可以了吧 不干就不干 说大话谁不会 你吓唬谁呀你 我才不信 你能舍得这样的荣华富贵 妈 你少说两句 你清醒一点吧 她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 才娶你的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好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那雨童我们离婚吧 我从来都不想 也永远都不会想 要占你们苏家半点好处 听见了没有 才聊几句 你就露了馅儿了 你看到了没有 她根本就不在乎这段感情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 你看看你看看 你根本就制不住她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害得你妈跟你一块吃鞭 谢谢 我触摸你 却隔着天涯 心不平 在学无挣扎 问怎么怀暖不了琵琶 有人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听愿深深深入乌海 永远相思 跟琴弦掌满琴达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听愿深深深深入乌海 永远相思 任琴弦掌满琴达 永远相守 愿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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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